我們來這邊給老師看幾個這個同學做的一些 那個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有沒有 這樣 你這樣看比較清楚了 有沒有 像這樣子 那這個呢是用這個方式做的 那另外呢像 這邊還有像這個手機架 他自己 敲 有沒有 這是真的可以放手機的 哈哈哈 好也可以像這樣子 那另外呢 因為我們有上那個webduno就是那種互聯網的課 這個 你現在看到這個 就是放這個馬達的 放這個馬達的 所以我也是用這樣敲 然後呢 這邊我有設計這個是要夾那個冰棒棍的 所以我就有一個洞剛好這裡這樣放進去 放進去那我就把馬達這樣是不是就放好了 對不對所以我們就可以做結合嘛 因為其實現在3D店 老實講大家最大的困擾在什麼 不會做3D模型 所以大部分大家的做法都是 網路上找一個喜歡的 然後印出來就好高興了 可是這樣有點可惜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你要去生活化嘛 要做成自己 日常生活可以用的東西 可以解決問題的東西 這樣子你才有另外一種成就感 對不對 不然你只是 跟印表機印出來 沒有什麼差別 好 那另外呢 像這邊還有 像這個冰棒棍 看一下 這裡 這個我就會像這樣子 就是像這樣 然後去做它的開關 做它的開關 那 這個部分呢 其實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 我在這裡 看一下 這裡我沒有放 但是我有放另外一個 在我的部落格裡面 這邊 好 您可以看到 這裡 這個裡面的 我有一個 就是像這樣子 有沒有 剛剛那個就是做在這裡 就做成這樣 只是呢 當初這個我沒有用3D立印 所以我就是 做成 用 那個釣魚線去把它綁起來而已 這樣比較醜 所以就改變一下 我就把它改變一下去 做一下 那 在這邊 這個 像這樣 有沒有 就掛著 掛在旁邊 掛在旁邊 好 OK 那另外旁邊這個啦 這個是用TinkerCAD做的 嘿 像你現在 看到這一種的 看到這個的 我是用這個方式做的 所以這裡有一支 有沒有 嘿 然後呢 有不同的 耳朵的大小 這樣我就可以把這個 LED點矩正 放進去 那這個我沒有用3D水準做的 是因為這個要再更精準一點 所以這個我就要做的 剛剛好 放進去 然後 凸起來 有沒有這樣就剛剛好了 嘿這樣剛剛好 然後我後面這個呢 就是 插一個冰棒棍 好像我們門栓一樣 那這樣我這個就不會 這樣 哩哩漏漏 嘿我就可以把 這個冰棒棍把它插下去 好 這個我插下去 從這個洞插一下 這樣子是不是就卡住了 所以其實你可以自己慢慢設計啊 當然這個也不是一次就完成 好就是我有稍微調整好幾個版本 然後像這樣 比較OK的我們再拿來用這樣 那這些東西其實我都有放在網站上分享出來 好都分享出來 那其實呢 像 還有印這個 這個 有沒有看到 SYZ 這是我的上課教具 因為外面買不到嘛 自己買 自己做 有沒有SYZ 所以這樣子拿起來 跟同學在介紹的時候 他就比較清楚 S軸 Y軸 Z軸 因為我們交軟體的時候會看到 要這樣子 他比較清楚 因為有的 他搞不清楚方向 好搞不清楚方向 那 另外呢像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就用別的方式做 因為這個是拿來放Webduno的 這樣放進去 然後還有麵包板 我就把它放進去 剛好拿到這個 不是 拿到這個 要拿這個 好像這樣把它放進去 然後 那我這個呢 都做的就是 可以有一點點卡住 可以有一點點卡住 好 像這邊 這個放進去 重點是 翻下來 不會掉下來 因為我有做一點點卡住 因為我有做一點點卡住 所以 我希望他是可以拿下來的 就變得說 這個是我的教具 對不對 你可以像這樣去做 這樣3D鍊是不是就比較好玩 可以解決我們現場 自己 生活裡面 或教學上 遇到的一些 問題 好 那這邊還有很多 等一下再給各位 分享一下 所以您應該就可以知道說 3D鍊這樣玩 是不是比較好玩 好 那 就算了